我们也是抓这一点 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Z的垂直点 那就是上面这一点就好了 好 那他问你说你要移过去的目标 目标第一目标点就是刚好移过去的话 是这个点对不对 1 第二点在哪里了 2 那垂直给他一个方向 方向一次就可以了 3就是上面这个3 你会发现 他就怎样很聪明的 3D对极自动放过去 不需要旋转 因为有时候旋转又花个时间 还要找那个哪一个轴 然后移动 所以3D对极 如果用在这个上面就非常好用 那这个也是一样 但如果你要再旋转再移动很麻烦 那你可以用什么 3D对极 3D对极也下去说选物件 空白件 第一个我们也是一样 因为我要把这一侧 右视图移到哪里呢 移过来之后我希望 他刚刚好这一面 就刚好移动到这一面 对不对 那刚好就是放过来 刚好就在这里 那我必须怎么样呢 抓第一点 抓第二点抓这一点也可以 或抓这一点也可以 因为我只要对齐这里 然后拉过来 给他一个方向 第三点就抓这一点 然后给他一个方向 抓这一点 所以这边的第一点 第二点第三点 抓过来是第一点 第二点第三点 那这样的话放过去就OK了 我们来试试看 把3D对齐 第一个选物件 空白件 第一点 水平的第二点 第三点抓这个对不对 然后呢抓过来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给他一个向上的方向 就可以按下去 你会发现 这三个呢 通通都结合在一起 那结合在一起之后的话呢 我怎么样可以变成像这样子 其实很简单 用什么呢 插起 用交集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三个图 我只要把我不要的部分去掉 就会留下的 就是我要的部分 我们用交集 选他 按空白件 你会发现 他没有交集的部分 就是 我们要的部分 所以留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最后做出来 刚刚好 就会扣掉 我不要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很神奇的 2D转3D 实际上 你只要先把2D的图画出来 然后呢 再挤出 他的上视图 就是他的高度 对不对 前视图的挤出的部分 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这个宽度 然后呢 他的右视图 就是他挤出的 就是什么 他的长度 所以你有这个概念之后 你把它match任何图形都可以 变2D转3D了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很神奇 网络上其实 很多人在问2D 如何转3D 那其实这个范例呢 就非常的 非常的棒 就是都有提到了 OK 那这一题我想 各位可以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了 好 好 好